這道料理是 沙拉豆做三杯雞 通常都三杯雞而已 你今天還更多的蛋白雞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一直在講豆的好處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沙拉豆 來做這個三杯雞 準備的食材叫雞肉 然後有九生塔是靈魂 然後薑片跟蒜頭還有蔥段 蔥薑蒜辣椒都有了 最主要是麻油米酒還有醬油的部分 各一杯水加起來三杯 對 各一杯 但是不要一比一 一比一太可怕了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 做這個三杯雞的時候非常簡單 就是把麻油一樣把它放進去就好 放進去就是純麻油 把它放進去就好 放進去之後 很多人會先把這個漿先把它下下去 對 其實你把它下下去之後就變麻油雞了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做三杯雞有步驟的 不要說其實都把它加進去 就是一個三杯雞 層次感要有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蒜頭把它放進去 所以麻油下去之後不是薑 而是蒜頭 而且是要蒜仁 你不要把它切開 蒜仁去把它這樣炒一炒 炒香很好吃 是喔 還不能拍開 因為其實像我們節目裡面 其實也有教過大家做不一樣的三杯雞 大家可以看 你喜歡看我們節目嗎 我每集都在主持 對 其實 我怎麼啦 其實我最大的興趣就是看健康2.0 是 第一個 最第一個節目就健康2.0 第二個節目是什麼你知道嗎 也是健康2.0 健康2.0重播 你很煩 要教了 你是來巴結的就對了 對 OK 把蒜頭把它炒一下之後 好笑喔 對 接下來把薑片放進去 OK 薑片放進去之後 稍微去把它搖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沖斷要放進去 對 因為這個沖斷要把它放下去 把它炒香 記得一件事情 在炒這個三杯雞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蒜頭的部分 有稍微有一點皺褶 然後薑片的部分有稍微旁邊 有一點像皺起來 皺起來有一點翹起來這樣子 就OK了 不要把它炒到太焦 就不會OK 那沖斷把它放進去 去把它做一個炒香的一個動作 肅琴應該很喜歡吃三杯雞吧 是 你瞭我 我就是屬於重口味人 因為三杯雞 老實說它真的就是香氣 然後它的那個口感 還有那個雞肉如果炒得好 那個搖感也很好 脆好吃了 下飯 很下飯對不對 對 很下飯 所以這個三杯雞的雞肉 要怎麼樣有它的Q彈感 好 那如果譬如說舉例來講 像我今天是用去骨雞腿肉 就是來拌炒的時候 就是下去的時候 要不斷去給它翻一下 如果是你用帶骨的雞肉的話 最好讓它在鍋子裡面 停留久一點 讓它有一點酥脆感 如果像我其實喜歡是三杯雞 三杯雞裡面的肉質 帶有一點肉汁的 我們今天是升級版的三杯雞 對 又來了一場火焰秀了 又來了一場火焰秀了 我們真的把它炒一炒 像我們這個 我用這個雞腿肉 你想要吃多汁一點 對 你剛剛說多汁的秘訣 就是要多翻 一直翻 一直翻 對 那如果你想要吃那一個 譬如說想要吃有酥脆感的 帶骨頭的 讓它稍微停留一下 酥脆感比較有 好 一樣的步驟要記得一件事 第一個 我們要加醬了 醬的部分 我們就是這個醬油的部分 先下 醬油要先下 那接下來要下米酒 差異性是 對 把米酒下進去之後 就要開大火了 就開大火 就開大火了 下去去把它開始 去把它做一個收汁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來 灑這個糖的部分 灑糖的部分 只是要摔一點 對 對 好 這樣把它灑這樣 灑均勻一點 OK 這樣 就讓它有點這樣甜味就OK 也不要說說灑太多 OK 因為我怕老人家會受不了 不是嗎 手機那已經要站起來 對...長輩會受不了 對 所以糖就不用太多了 對 就是糖跟鹽 這個還是以健康為原則 黃老師你也常煮三杯雞吧 對 其實這次雷素醬搭配 其實很好 你知道那個豆 我們今天講豆類的健康 一份20公克的黃豆 其實跟剛才那個雞肉 30公克的雞肉 他們蛋白質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吃一大堆肉 然後用豆來增加蛋白質 因為這樣煮第一個口味 剛才有提到很多長輩 到了一定年紀 他的口味越吃越淡有沒有 對 甚至有人自然就吃素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就開始 肌肉萎縮 不要說是長輩 像我們這種橘色世代的人 你就會發現 前陣子才跟一個朋友聊天 我終於長看了 我們在運動 就真的要加強運動 補充好的蛋白質 後來發現那個朋友跟我說 黃老師 真的 這場疫情 他手給我看 他說 你有沒有看過我長過蝴蝶秀 一個大男人長蝴蝶秀 他說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飲食就大亂了 甚至他商務飛來飛去 有時候這邊關14天 回來台灣又關14天 他說關在那裡 整天都失零死 根本不能做什麼 對 根本也沒辦法運動 他就昏昏沉沉整天吃 他說 我說我這一輩子 這個長蝴蝶秀 就是這個時候給我看 我一嚇一跳說 他說趕快來加強運動 補充好的蛋白質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剛剛說要補充蛋白質 最重要的 我們要把豆子把它加進去 豆子加進去之後 來增添它的口感 就以我們料理人來講 不只說這一道菜 營養讓它更加倍 因為三杯雞大概就是 裡面就這樣 讓它營養更加倍之外 口感也讓它更好 更提升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沙拉豆把它放進去 你所謂口感是說 我們有雞肉的Q彈 加上這個鬆軟的感覺嗎 讓它非常棒 弄煮的是非常棒的 對... 因為我們把它加進去 好 把它加進去之後 這樣就OK了 對 一樣 讓它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 就不用去拌它了 接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要準備 沙鍋 一個沙鍋 像我們在外面吃 那種餐廳吃那個 就會用那種鐵鍋 讓我們用沙鍋 稍微去把它溫熱一下 開大火 讓它整個熱度都夠 所以我們等一下 把三杯雞倒進去的時候 就會... 那種聲音聽起來就很舒服 OK 好 我們現在炒一下之後 差不多OK了 我們準備要把它倒過去了 好的 對 香味出來之後 收汁差不多之後 關起火源 然後開始把它放進去 你今天用火焰秀跟交響樂了 對... 這個就是把它放進去 你濃我濃的 那種感覺非常棒 好香喔 這個香味就出來了 為什麼從這邊移到那邊之後 這個香氣又更提升 因為其實它在瞬間 讓這個香味把它逼出來 這個香味就會更香 所以我們就可以關起火源之後 九層塔把它放進去 靈魂 對 這種靈魂能物 九層塔把它放進去之後 來 然後蓋起鍋蓋 約15秒 我們大概就會開啟鍋蓋 就可以使用了好不好 感覺好期待 所以在家裡頭也是現在蓋鍋蓋 在家裡要蓋上鍋蓋 好 我們15秒到 來 我們開啟鍋蓋 這道菜 香香香的三杯雞 這樣就完成了好不好 OK 我們就準備要上菜囉 上幾盆 這三杯雞加了沙拉豆 讓蛋白質更提升 飽滿鬆軟的沙拉豆 配上傳統的三杯雞料理 吃得美味 吃得健康 吃得營養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健康料理